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70岁的刘乐赵是逢吉必到 因为他要为自家开的小店采买食材 集上卖菜的老乡大多都认识他 还送了他一个外号——刘老扣 黄瓜是老刘每次感激都要买的 这是他店里的招牌美食中唯一的配菜 要二三十斤 二三十斤更加料 这两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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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百一百 没得呀 没两块五块 这个啊 你装什么厉害 给我算便宜点 八两块 我回头再说 一块钱一斤 一块二毛钱 你要给我给你装 来装装 好吃 来来来 我就是找过你 我就是不得一口价钱 来 鬼主 没来得还我 逢吉必到 再加上是给店里备货 老刘算得上长期的大客户 尽管他和吉上的商家都很熟 但老刘买菜杀价 绝不受软 谁的 我上去 那收不呢 那收不呢 我收不哈到哪里 收五毛钱一斤 收五毛钱还不中 来 扯这 说三毛 说三毛来 快点 三毛 总是扯不中三 我非要扯哈 我那一斤我不是那一包 我那一包我不能扯 你还够三先不够呢 来 够三 你说我都坑人说够不够修 这一包要来我来就三斤拉好 你压零吗 三斤一两 两块九 差一两一两 差一两吗 那就差一两就差一两 把这也打着 一口再 一口再下 一口再下 三斤九两 说这哈差一两块 多钱 你这东西就这东西 不要说再说以后多钱 十块钱 十块钱 十一块 你不多十一块钱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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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块钱 那一块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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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杀价时的分毫必争 与结账时的不差分毫 使得刘老扣 在当地的集市上 成了令人爱恨交织的人物 这就是老刘家的店 虽然看起来并不起眼 但仅连二零九国当 也让它成了难来北往的 大车小车的必经之地 今早老伴在灶台中 点燃的这一把灶火 预示着忙碌的一天 即将开始 老刘家的店 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厨师 同村的邻居 临村的乡亲 肩负起了厨师兼服务员的工作 而这也决定了老刘店里 所能提供的饭食 统统被两个字定义 家常 皮儿薄馅大的素馅包子 解饱扛饿的花卷馒头 色泽诱人的葱香油饼 特色鲜明的姜面卤面 现末现煮的豆浆稀饭 再加上几盘颜色搭配量里的凉菜 都没能超出家常的范畴 而所有这些都是陪衬 让老刘家生意红火的小吃头牌 当属流门秘制的领导特色 本地人最爱的 纯绿豆凉粉莫属 本地人最爱的 炒凉粉 则是更好地体现了领保人对凉粉的热爱 原本是夏天的吃食 却硬是让领保人弄成了一日三顿 一年四季皆可享用的美味 蒜汁 辣椒 十三香等几样简单的调料 配合着热炒 可以把领保凉粉本身特有的微酸味道 和轻微的焦糊味凸显出来 蒜香浓郁 辣味十足 微酸与焦糊香渗透其中 外表微焦 内里昙滑的口感 只有领保纯绿豆凉粉 才能得以体现 绿豆经过一夜的浸泡后 通过两次的研磨成浆 制入瓦缸中发酵一天 是凉粉微酸味道的来源 也使得绿豆淀粉得以充分的沉淀 分离 柴火 铁锅 长达四五个小时的慢火熬制 焦糊的香味由此而成 灵保凉粉是用研磨石形成的 绿豆淀粉和浆水混合熬制而成的 绿豆的一生都凝固在一块凉粉当中 故此得名 一生凉粉 灵保凉粉是绿豆的一生 而老刘做凉粉却是半路出家 四年前开始学徒 如今也是行家离手 我爸非常爱吃两分 我爸也不喝酒 就要到感激上会 就吃了两分 哎呀 我进去哪 没人吃点两分 说我老人问 我那很病重生 你们说你到那 找一家好好真正存留两分 你给我买二级 被你们给我买的什么颜料都好 当时的老刘 恐怕自己都没有想到 老父亲未了我的心愿 竟在他的心里 埋下了一颗种子 难忘家乡味道 而这颗种子 却在他整个家庭遭遇困难时 生根发芽 挽救了他们一家 就对我父亲这场梦 所以在这里面含有 我想赚钱 纯绿豆粮粉成本高 为了降低成本 有些人会用豌豆粉等 掺入其中 但老刘却坚持使用纯绿豆 一直做针的 有那做生意人 给你那碗头面 给你那头头面 他说话不好听 就可以说你会那个意思 你不要砸我的脚 这个东西坚决进不了我门 做人要诚信 你这两球生存啊 他这两球是我的命 热量分 量两分 还有姜棉桥 还有姜棉桥 还有油冰 还有露棉 还有口味肉 来的都有素 不用减少 来的这请 这亲切 我都吃几回 谢谢你的光临 好的 到老刘家吃饭的食客中 有很大一部分 是常年在209国道上 跑车的司机 花十块钱 到老刘家吃顿饭 已经成了在这条路上 跑车的固定项目 他们都游着这个11点到2点 跟自己都 该来吃 只要走这条路都在这 他这个饭花样多 价格也不贵 小实惠的 好多顾客说 尤其开车的人 我怎么路过你这 好像走不过去 好说有什么来着我不能走 我不知道十元八块 我感觉到你能吃点饭 就先到我家了 想回到我家里的那个味道 从早上六点到下午三点 老刘一家和伙计们 总算可以喘口气了 店后这间不大的房间 是老刘和老伴的临时住所 几个月以前的一次意外 让老刘的腿三处骨折 为了照看不放心店里生意的老刘 老伴陪着他在这里 已经住了大半年 关于那次意外 很多人都说老刘 多少有点 咎由自取的意味 你看 我的黑豆树 长得不小吧 去年9月16号 差点把我的命 断了 坐这 到这呢 这么高我上不去 我到邻居那 借个妻子上着 凉茶那个位置 哪个砍刀就砍了树枝啊 一不小心 这个 东西也倒霉 也搭在这个石板地上 就搭在这 两下没砍断 结果我呢 就甩下来了 就甩在这个地方 树枝没断 老刘的腿摔断了 70岁的人 非得徒手上树修枝 难怪有人说他 咎由自取 但这就是老刘 年龄在他心里 从不成问题 家里有事 他总要带头 往前冲 他是家里的顶梁柱 他是很不佳的 是一个不服输的人 现在 我老了还是 第二次冲业 凉粉除了店里卖 领保城里的一些商家 也会从大家订货 送货的活 由老刘的大儿子承担 其实 领保很多人 都认识老刘一家 因为他们曾经 用卖水果 积攒的第一桶金 为儿子投资 开办了领保当地 数一数二的大餐厅 营业面积都是 一千多平米 员工都是 最少是六七十号人 几层呢 一层 二楼人家这 三楼四楼五楼 一年下来了 是七百多万 那个饭店 我投资 大概整体 我投资三十八万块钱 那份的饭店 大概百万多 是一千多数 然而 几年后 儿子不顾老刘的劝告 进行的一次盲目扩张 以及对大环境的错误判断 使得餐厅的生意 急转直下 每天都在赔钱 最后把那个怎么说 给家里人 给自己的兄弟 姐妹 把金钱帮忙 把电费了 人家工资 反正就把家里人 全部拉着的 很糟糕 作为一家人的主心骨 老刘背上了巨大的压力 老头子也垂头 嗓气 怎么我把这个家 带成这个样子 我就像风一样 哎呀 谁子说不好听话 都有不想活这个心 屋里不能见光 在床子上躺着 就是怎么形容 我用他那句话 形容是怎么说 怕白天 白天有事 又怕晚上 晚上什么事干不成 我跟金钱说 不喝酒的来 我喝酒一想哭 是真的 家里人还在为餐厅的生意 做最后的挣扎事 老刘已经决定 从头开始 为了偿还债务 他力排众议 单人独奇 开始学起了 做凉粉 因为是小本生意 家人们最初看不上 也不理解 我说梁粉 我说梁粉那一份一份 那挣个什么钱 一盆一盆 你不会做那挣个什么钱 说实在 打心里话 看不上 没人支持他 慢慢地 这个七旬的老学徒 竟然真在领宝凉粉界 拼出了一席之地 家里人 也被他这股子 执着劲打动了 经过四年的齐心协力 靠着一碗碗凉粉 家里的债 越来越少 家人的笑容 也越来越多 我在这个饭店 我四年 我都不出去干个企业 都不出去 什么地方要不去逛 要不去什么旅游啦 什么什么 要没有心了 就是干着挺有意思的 还一点账 心能小一点 我一个月工资 大概是五千多 我都好几年 没见过工资 都是还账 不管怎么说 办什么事 不坏良心 拿别人的钱 也是还不了的 人们怎么骂 以后你就受 人怎么有人要钱 还钱千斤第一的 灶火再次点燃 新的一天 又在老刘热情的 招呼声中开始 我就给你打 你都吃饭了吗 这要买两份的 这是我们的特色 全体都两份 全里头 零空桥 你活到105岁 在这儿 这我在干 还是免费 我跟你说 大妈 就是耳朵 你家是哪里 你家是哪里 老家是卵村的 卵村的 老家是卵村的 现在住在温堂 山上人 那个身体好 我妈亲戚 现在在温堂能洗澡 生活条件 调也更好 那你今天 哪个老生 在这儿吃两碗 上次来了嘛 我在弄的姜饭 是吧 我说这可好 在那个店有爱心 我说八十岁以上的老人 和五岁以下的儿子 其实五岁都可以 都是免费 好吃不好吃 好吃不好吃 好吃 刘总盛这样做 去的太好了太好了 发扬到中国的传统 有料传统 没有精致的食材 也没有超凡的厨艺 老刘的凉粉店 却总是心朋就友 桌桌客满 平的就是四个字 以成代客 我要赚钱 是老刘的心里话 老人孩子吃饭免费 也是老刘定的规矩 钱在老刘的心里 到底有多重 可能只有他自己 能说清楚 朋友一生一起走 一生凉粉吃不够 不管是菜市场上的 刘老抠 凉粉店里的刘老板 还是喜欢爬树的老刘头 在家人心中 他始终是那个 敢拼敢闯的硬汉 曾经的大餐厅 变成了如今的街边店 但是炉火烧得更旺 店变小了 幸福似乎更晚了 他能活几钱 我今年七十岁了 老婆说 你可能活到能活到八十岁 说我成生病 我能活五年 在这五年呢 咱们两分 能把这钱 给你全部还完吗 我呢 老天爷给你安排的衣服 健康的生气 钱算什么东西 最后健康生气 我相信明显会组成光明的 你好好说 我陪拍人 同是一方灶台 它既可以急火爆炒出热情似火 也可以小火慢顿出岁月清幽 灶台形形色色 故事苦辣酸甜 与老刘家 相隔几公里外的东车村 另一炉灶火 讲述着另一段 关于坚守的灶台故事 中午时分 工作半场休息 一顿暖暖的午饭 是对自己最好的犒劳 但是走进东车村的这家店 刚刚放松下来的身心 有点利益兵磨码 因为你得抢座 在这里 无论男女老少 统一的吃法是 溪流 汤中的油花 细小的葱花 香菜 于一吸一溜间 在每个人的舌尖上 进行了二次创作 并以最适合的节奏 送入胃中 额头见汗 通常是吃到尾声的信号 47岁的何欣波 是这家店的首席运营官 他说话不多 惜字如今 时刻眼控全局 穿梭于厨房大厅的 是店里的老板娘 陈苏勤 47岁 她是这家店的首席执行官 本来只需要做好 店里的门面担当 但是闲不住的陈苏勤 却仍要做个 把控品质的实力派 常常西装外面套个围裙 就以最快的速度 完成了角色的转换 平时就是忙的时候 老进学 吃饭的时候 老是看味道和颜色搭配 这方面很严格 夫妻俩经营这家羊肉汤店 已经快30年 对于爱吃羊肉汤的领保人来说 这里算得上首选的店 一方面 店就在村口 紧邻马路 地理位置好 更重要的是羊肉汤的味道 征服了一批又一批的汤迷 我们领保人都喜欢喝羊肉汤 隔三差五要喝一碗 第一次来很便宜 那时候那个碗都是大的口 碗底好像还是出池了 我就是清说这儿 这个味道很好 去十几年啊 味道就可以 送人也做 要征服领保人的羊肉汤口味 并不简单 因为这里羊肉汤的历史 可以上述到战国时期 秦军多次出领保寒谷关 逐鹿中原 在寒谷关举行胜利宴庭 当时没有锅的概念 成食物的大容器叫行 羊肉 菜 汤和一起叫羹 领保羊肉汤最早霸气得名 韩谷关 行羹 大锅熬汤 是领保羊肉汤的精华所在 骨头和肉汤焯水之后 放入大锅里炖煮 何欣波家的羊肉汤 讲求色不输奶 味比三鲜 保证鲜山 鲜干 鲜香 而秘制香料 是羊肉汤的灵魂 这也是何欣波 不能说的秘密 经过他老爷子 这就是两代人 他老爷子跟他们 一步一步地摸索 他中间有一套 他自己的方法 这是比较保密的地方 来 这个房间就是最高机密 看看 这是炮制桥料用的东西 这个就是九几年 我父亲在这人家买的这个东西 当时就用这个 现在改进了 都用电子秤了 也是经过了三次大的这个调整 配料 试味 调整 再试 核心波的秘诀 简单粗暴 就是不停地喝 他有的时候老师叫上 我说 那以前 我说你自己在这呢 他说 那以前不是九二四斤 唱着都麻木了 我都唱着 这两个人 你能 你唱唱 咱俩坦道坦道 最大的改变就是 它这个量化 就是标准化 每一碗汤 长多少汤 配好的料 它都是固定的 所以说 它这个味道比较稳定 林宝羊肉汤的做法 只有一种 单锅绘制 铁锅里 炖煮好的羊肉汤 以羊肉粉条加制 一勺蜜汁配料 作为灵魂 付以香菜和葱花 点缀排面 每周 核心波都会亲自上阵 制作一碗特别的羊肉汤 十来年 一贯如此 你刨哨饼吗 刨不干 刨哨饼 刨哨饼 平常的生活 我媳妇比我 没人放心 特别是洗澡 我媳妇能遇上我洗澡 我不想从来 不应该洗澡 无论店里再忙 状态如何 回到家里 陈素琴总能切换好状态 把一家人安排得叔叔谈谈 何欣波与陈素琴二十岁相识 二十二岁结婚 婚后就接手了羊汤店 可以说 这个店里也藏着他们的青春 当时就是我们结婚的时候 就是那房子呀 它那土房子可能盖的时候 当时那地下是水泥地板 我们结婚的时候 人家把水泥地板上面 又破了一层砖 就是买了新砖破了一层 就是那样的 然后把那土房子上面 原来它那墨架房子嘛 上面就是 直接就能看到上面那棚子 然后上头的那个石膏板嘛 掉了一尖半 就是那样的 结了婚姻后 反正是到家 我婆婆就说 你们这事情也办完了 反正是 就是把这个羊肉馆 你们干 你招呼着干嘛 这一干就是二十多年 一碗羊肉汤 从两毛五到现在的十二元 店里从几张桌子 到四层小楼 两个人从青年步入了中年 夫妻俩的故事 都离不开这一方小小的灶台 第一年盖房子的时候 我没把那房子 把那土房子 全部给它一推 那个当时雨下的 也不 也挺大的 漏机高嘛 这儿低 弄个仙 在那围那口子 吃成那个泥水 滑下去了 我就去赶紧去拽它 也滑下去 两个人都滑下去了 我那个心情啊 一还就成那个样子 像崩溃的那个样子 眼泪啊 就一个劲的流 我说 哎呀 早知道都不盖了 干嘛费那么大的劲 还没有钱 才把连成这个样子 那个当时我才二十多岁 像我同龄的年轻人 都在那玩呢 像我们在这儿盖房子 就心里不平衡 有点那种 失落那种感觉 我爱在这一块 我感觉它就是跟上 我挺辛苦的 每天何欣波早上七点买菜 八点之前到店开门 陈素勤 九点多到店 茶店 前台招呼客人 后厨盯着品质 晚上 直到送走最后的时刻 才是两个人单独相处的时间 今天 何欣波是要进行一次例行的巡视 好 谢谢 经过一个半小时的山路颠簸 何欣波来到了领保市的珠阳镇 这里是一个山区农业大镇 而他要巡视的对象 正在这里的山中散步 你看这都是羊群走的路 就去看看羊嘛 看看羊咱也了解了解 这羊群 是不是 店里的羊肉都有固定的火源 但是为了实时掌握羊的品项 何欣波会定期来到山里选羊 在他的选羊法则里 活羊有三品项 上品是山羊 中品是其他品类的野放活羊 下品则是圈羊的羊 朱羊镇的羊 以白毛山羊和红毛山羊为主 一年以上的成羊 是何欣波的最佳选择 回电的路上 何欣波让司机 在一片风光不错的地方 停了下来 难得一次的外出巡洋之旅 对于每天家里 店里 菜市场 三点一线的何欣波来说 已经算是出了趟远门 给我的 专门给你采的 辛苦了 辛苦了 谢谢 都没送过你花 山上的花就是 赶紧起来吧 赶紧起来吧 谢谢 是夫妻俩经常挂在嘴边的话 出门前的一杯水 回来使了一束花 没有那么多热情浓烈 却多了几分 岁月静好的温暖 与默契 谢谢 平凡的日子 认真地过 在灶台旁相守的爱情 也许就像夫妻俩 用心守护的那碗羊肉汤 岁月经久 鲜香不变 像我们现在的日子 就感觉是 虽然没有什么大的成就 还是出时挺幸福的 要珍惜 这来之不易 今天辛苦了 今天那腿有点 太难了 一炉灶火 点燃的可以是生活 可以是事业 可以是青春 可以是记忆 灶火的点燃 总能带给人希望和温暖 同在灵宝 就有这样一家人 他们正在为重燃灶火 而奔忙着 今天的雨虽然不小 但赵新灵 还是冒雨出门了 他要赶往五公里外的 尹庄镇大中原村 取一样 他心智的磅身神器 老赵今年五十六岁 虽然个头不高 说话慢条思理 但作为灵宝烧饼夹肉的 第八代传人 某种程度上说 他称得上 烧饼夹肉圈子里的 带头大哥 烧饼夹肉 灵宝人离不开的小吃 外焦里嫩的热烧饼 加上卤制好的上好猪肉 有人总结了他的味道精髓 肥肉吃了不腻口 瘦肉无渣 满含油 不用牙咬肉自烂 食后余香 酒不散 传说 清慈禧太后 西巡回京时 经过寒谷关 品尝了烧饼夹肉后 也赞不绝口 在领宝众多烧饼夹肉的字号里 老赵出品 总是与众不同 我有个亲戚从西安来领宝了 他问我在哪儿住 我说你不用问我在哪儿住 你一下火车 你就上那个出租车 你说就去卖那家最贵的烧饼夹肉 我拉到就行 面积很大 老被别人端一块 我们家瘦肉特别有讲究 规矩也特别多 比如说买桥料 我们家从来不去菜子厂去买 小葱虾 丁虾 肉扣 桂皮 草果 白刺 撒仁 为啥到这边来买 你比如说这个撒仁 你要市场买它 那都是单子人 像这个桂皮 一般市场的桂皮都是 圆起来的 比较薄 这个就相对来说厚一点的 这是那种上等的油味 在这儿滑了一下 它那个油马上都能出来 这反光都都 很明显的反光 它这个油都出来 我们家现在正在撒麻花 老赵的手艺属于家传 但赵家的美食手艺却不止一种 这都源自于早年间在领保饮食公司行走的老父亲 80年那个时候吧 我父亲呢就就是自己开始单干 我们家主要是一桌小吃为主 水饺 麻花 元宵 活泼 因此在老赵的记忆中 印象最深刻的 总是和小吃有关 因为那当时经济比较困难嘛 咱麻花都是卖的 基本上不让我们吃 所以我跟父亲就说 我说这麻花能不能让我吃够 从来都没吃够过 从老父亲自立门户以来 一家人就始终一起经营着小吃的生意 从小到大 从无到有 付出了辛苦 自然有收获 没几年的功夫 老赵关于麻花的梦想就实现了 这其中烧饼加肉功不可没 我们家烧饼加肉 反正那几年一直都排队 早上起来就是吃饭 如果说你这个饭没吃完肉熟了 那我就得把那个饭都放在那 一下子加到大概就是四点 下午四点 卖完了我才能吃饭 卤肉的手艺 赵新玲是得了老父亲的真传 永远比别人贵一块钱的自信 就藏在其中 一般我们这要求都是 他这都要把里边的蟹给它排出来 这有个动脉管 把那个蟹挤一下 然后给它整出来 这个都不能要 后腿这一块肉就给它起掉了 这都不要了 像这一块的也不要了 这个也得给它起掉 这不要 那不要 这是分解猪肉时 老赵说的最多的 但绝对加不进烧饼里的骨头 老赵却说 非要不可 搂肉的时候骨头是养搂肉汤的 那成本就 你像我们买肉这 带骨买的话 一斤都 现在都24块钱一斤 如果说这里边四斤骨头的话 价值就100块钱 顾客是把那 说白了就是 把那真金白银给你拿来了 你不能跟人家 弄那个假冒伪劣的给人家 是不 这是个良心的事 祖传秘方 总是遮遮掩掩 但在老赵着 却透露着满心自信 和精怀坦荡 别人看了 就是我爸那个重量给他 他也学不懂 我真的给他开个方子 他也学不懂 为啥呢 这里边学完就大去了 桥料里边也讲究这个 军蝉 那个滑椒那是桥料头 你所有的桥料味不能超过滑椒 如果超过滑椒的话 这个味配物就不行了 几十年的老汤 上等的调料 严格的配物 这样一锅卤肉 不知曾令多少人的胃 为之念念不忘 但从2015年 老赵家的店面租约到期开始 老赵家的烧饼夹肉 就成了很多人记忆中的味道 这都几年都不干了 人家到家盆见你 那你烧饼夹肉什么时间干 我都想吃了 我一户找下 合适的地方 会让你吃的 没事 还要干的 林宝人嘴雕 尤其是烧饼 不做到饼羊分层 薄柔蝉意 外酥里嫩 色泽金黄 是绝对过不了关的 老赵也是烙饼的各种高手 然而 奠定他带头大哥地位的 还另有原因 烧饼夹肉从八毛钱一个 一块钱一个 一下现在涨到七块钱 都是我巧的头 敢于带头涨价的原因 老赵说来简单 直接 自从店面租约到期以后 一直靠小吃为生的赵家人 只能靠着炸点麻花 咬点元宵 在路边摆个小摊来维持生活 老父亲已经过世 五兄妹中的大哥 如今又不在领宝居住 在家排行第二的老赵 则成了领宝家中 子女最年长的一个 带领家人重启炉灶 让赵家的烧饼夹肉 重出江湖的事 就一直在他的心里盘算着 准备着 这个是我们过去的店的名字 这个有将近三十年了 这个牌子 这个是木头的 铜木做的木龙 这个估计有五十多年了 这个东西 这个就是当年比较 这是八 八零年吧 八零年左右 流行这种煤篓子 没油 这个是烧没油的 当时有时候火不太好的话 能救个急 真的你说他用 他现在也用不成了 就是将来开店的话 把他们都装到那个墙壁上 让人们有时候上了年龄上一看 这是过去的老窝件 这些老物件 是老赵珍藏多年的 每一件都记录着 他们一家人曾经的生活 其中不乏汗水 艰辛 快乐 悲伤 喜悦 忧愁 每一样东西 都承载着他们的青春 与记忆 再一次把小池殿的炉火点燃 一家人又可以像从前一样 每天在一起说说笑笑 吵吵闹闹地过生活 这是老赵最大的愿望 作为领保烧饼夹肉 制作工艺的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 老赵更把这次的展示活动 堪称一次热身和测试 他计划着 让赵家出品的烧饼夹肉 重出江湖 无疑 老赵的这次测试是成功的 这个烧饼夹肉味道很好 味道还在 这味道吃了几十年了 从没吃过 只要是开开了 肯定有人吃 一家人 像今天这样一起忙碌的场景 已经很久没有出现 虽然话不多 但每个人都能很快地进入角色 默契配合 一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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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块招牌 一炉灶火 也许这些就是每个赵家人都心照不宣的温情密码 一方灶台 捧一方味 一炉灶火 暖一香人 在林宝小吃的灶台旁 依然等候着南来北往的八方时刻 而那些在灶台旁 坚守着嘱托 承诺和信念的故事 仍然在暖心上演 备完待续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